南投县有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 葡萄就是其中一项 而为了推广水里香的葡萄 南投县政府结合水里香农会 就特别举办南投县葡萄节 进水里香葡萄等农特产品展授会 今天我们水里香农会在车程这里 办了我们南投县的葡萄节 我想葡萄是我们水里这边的大宗作物 我们的品质非常好 每年我们的葡萄的产季的时候 我们都办这样一个产业活动 在车程这里推广给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认识水里的葡萄 我们葡萄有一个品牌叫做黑子玉 黑子玉葡萄是我们的优质的葡萄 是因为它大 然后它的Q度甜度跟它的色度都非常好 今年品质非常好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们在台北果菜市场的拍卖价 是全国最高价每公斤230块 我想这样的品质跟价格 对我们来推广水里的葡萄 非常需要让更多的民众更多的游客 能够认识我们水里优质的葡萄 所以我们产业活动里面 今年包括有来摆设我们有三张EQ 还有我们的青龙朋友他们所种植所用的作物 所以这部分希望说大家能够进到车程来玩 我们今天副度在我们一起在拍卖 都拍几个看 报道结今年 今天拍卖结束最好的 其实我要给大家报告 我们水里 除了报道以外也有很多很特殊的农产品 我们南大官 如果水里用得天独好而已 我们南大官 公 三 他没有很豪宅 他没有什么工程 没有什么污染 所有製造出来的农产品 就是一流的 很健康的 我们的报道吃起来很简单 通常处理有说 实在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也很爱买这些报道去送礼 所以说 欢迎大家 也感谢大家 以及我们媒体 朋友 带着给我们宣传 给我们公路 给我们导三天 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农会 代表我们南大官农会 今天在那里农会 最重要的给大家感谢 而葡萄是南投县 重要的农产之一 虽然县内葡萄 大宗产地以信义为主 但其实水里葡萄也相当优秀 办理这样的活动 能够协助农民行销 加上举办 地点就在车程 游客来来去去相当多 而黑子与葡萄品质相当优秀 尽管气候影响 产量减产 但整体的品质 依然是相当优质 葡萄的部分 在我们县内 将近400多公顷 那就由水里箱而言 大概将近有48公顷 到50公顷左右 那占了我们县内的 这个葡萄栽种 大概将近11%的生产面积 那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主要是以下果 那县内当然大宗 是以信义生产为主 那我们很感谢的是在 呃 产季的期间 那农会油总監事 带领了所有的同仁 能够为农友提供一个平台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将好的农产品 推荐给我们的游客跟消费者 尤其在这个车程火车站这边 我们看到游客来来玩玩 那是一个相当结合的休闲油气 跟在地文化产业结合相当不错的一个场域 那黑子玉葡萄呢 因为它本身果肉相当的结实 尤其果皮相当的薄 那甜度的话 大概都在17 18度以上 那很适合 尤其在这个农友用心的一个栽培 那又是结合的这个套袋的一种方式 虽然在今年在产期的一段时间 受这个外在汽油的因素影响 产量约列会受到一些减产之外 但实际上整体的这个 果品的品质还是相当的一个优质 值得我们来推荐 那另外除了本身的这些生鲜的蔬果 那我们看到现场也提供给我们在地的 不管是休闲农业区 产销班或者清农 就是在地他们所生产的这些 下去蔬果 提供给消费者面对面 来选择一个相当好不错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 吃在地 只在这三地的一个蔬果 那也期许说在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所有的农友 他们辛辛苦苦栽种的这些成果 都能够销售 业绩都能够长好 水里香农会理事长 县议员肖志全指出 水里香所产的黑子鱼葡萄 品质相当优良 在民国88年已经获得认证 甚至近几年来也荣获百大精品 入选为优良的水果 为此特别举办展授会 但由于今年气候因素 产量减少 产量有限 消育员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来选购 尤其今年也结合青农返乡的活动 希望青农能够拿出自己的农特产品 来做展授 一起推动水里香的产业 水里香农会 水里香农会 自民国88年 就得到我们全国优良品牌的水果 认证的一个单位 这几年 连续都得到我们全国 農委会的百大精品 入选为最优良的国产水果 今天特别在这边 对第一期的这个葡萄的产期 来做促销 今年因为整个气候的关系 产量最减将近五成 所以也希望说 来到这里的游客 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来选购 同时今天也来推动 我们青农返乡的一些摊位 希望藉由我们活动的举办 让我们青农返乡 能够拿出他们自己特有的农产品 配合我们的活动来做展授 希望说他们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个品牌 同时来推动整个水里的产业 另外我们黑子玉葡萄的特色 我想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 就是沙桃四桌 那个沙桃就是那个葡萄的 它的分桃 它的粒桃跟它的扒桃 沙桃 另外那个四桌就是它的 它的丁桃 香桃 丁桃 这个四桌来做平衔 水里香民代表会主席 感谢水里香农会的付出 办理葡萄姐相当用心 而南投县以信义风秋葡萄文明 但在水里香农会的努力之下 水里葡萄渐渐展露头角 而水里也因地理因素 所产出的葡萄特别香Q 更有三头四度的条件 造就了水里香农会 黑子鱼葡萄的品牌 感谢我们水里香农会 今天在我们车程 休闲园区这边 来办一年一度的葡萄节 当然全国的葡萄 产地遍布很多地方 以信义的风秋葡萄作业文明 可是这几年经过我们水里香农会的努力 以培养栽种 还有共同的盐花 品足已经不输于我们信义的风秋葡萄 所以说可见我们水里香农会的用心 还有我们各个产销班的班长 他们一直在努力 来共同培养我们新的优良的葡萄品种 还有供应给我们全省朋友们来享用 我们的水里地区因为是气候的关系 早晚气温有差别 所以产出来的葡萄特别的香Q 它的特色有沙桃 细豆 沙桃就是有葡萄 蝎桃 跟葡萄 它的细豆就是低豆 Q豆 香豆 跟定豆 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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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豆我们一定都有在18度以上很甜 至少也有15度 香Q 比较香 比较Q 我们的葡萄很香 很Q 县议员陈淑慧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办理这样的活动 帮助行销在地农产 也将在地农产打造出独特的品牌 黑子鱼葡萄更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试吃购买 而陈议员也现场教导民众如何选购好的葡萄 一、二、三、二、三、二、三 很好吃 很好吃 很甜很甜 现彩的葡萄 黑子鱼葡萄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 南大館葡萄节这个基盘 这家由我们水利兴隆会来做一个承办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水利与生意地区 这个葡萄所生散的品质非常好 肉、Q、又甜 尤其我们把这个葡萄合作黑子鱼葡萄 大家就知道葡萄生素是黑色 这就是甜 肉质就是很Q的 水分也有足 所以今天来基盘 在这里有很多在地的好朋友 以及有客来欣赏到开幕典礼 年后很多人都在这个酒餅团团 买到在地才很好吃的水果 所以小伙也抽出时间 共同来参加这个卧葡萄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葡萄 基本卧葡萄以后 给更多好朋友 食材到我们在地的水果 我们在地的黑子鱼葡萄 我们也相信由我们的葡萄 来做一个共同文宵 我们的品质和价格 绝对可以买到非常好 来带动到農民的经济 我们如果说要买葡萄 我们葡萄第一 要比较黑色 比较黑色就表示较甜 较硬 较硬 水分也是有足 好吃 很甜 比一般的葡萄 还感觉顺口 又甜又好吃 真的是好吃 有 我经常都跟这边的在地农民 直接跟他买 好吃 所以我才会去吃 很吸引人 也可以说 如果常办 要广告人家才会知道 你没有广告的话 可能一般游客 就不知道说有这个活动 它更甜更甜 很好吃 香甜可口 来才知道有这个花糖 但是很不错 这个葡萄真的讚 好吃 想到葡萄 多半想到新一风秋 但其实水里香的葡萄 品质也是一流 总干事指出 水里香在种葡萄 不像风秋 就在路边 但其实水里葡萄 品质非常优良 价格也非常好 再经过农会的筛选 推广出去 总干事也欢迎喜爱葡萄的民众 来到水里香 选购最优质的黑子鱼葡萄 我想葡萄 我们在南投县 大家比较知名 比较熟悉的是 新一香 因为我们从水里到新一 一过桥 它路的两边 都有很多的葡萄园 可是我们水里香的葡萄 包括在御峰 包括我们上安 这里区域都很广 但是在路边看不到葡萄园 所以没有眼镜为凭 但是我们的葡萄 透过我们农会的运销 到台北国在市场去 所以我报告说 那我们的价格 都是全国第一名的价格 我想这样的品质 优质的部分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行销 让全国各地的民众 能让消费者 能够更认识水里的葡萄 水里葡萄 我们的品牌 叫做黑子玉 黑子玉葡萄 是我们这里最优质的葡萄 经过农会的筛选 我们有直销 有不知道运销 因为大部分是外地的民众 比较了解 如果说卖出去之后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水里的葡萄 所以我们这里地产地销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玩 能够多多跟农会这边来采购 农会这边直销的葡萄 是优等的 是经过我们农会的严选 所推出的 因为今年的气候不稳定 所以产量有减少 但是我们的葡萄 好吃的漂亮的 在台北农产公司拍卖一公斤 还有到260 所以欢迎大家来水里玩 又品尝我们的黑子玉葡萄 农会办理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除了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之外 也结合在地青农办理活动 一方面推广自家品牌 另一方面则能够协助青农发展 议员们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黑子玉葡萄产量有限 喜爱吃葡萄的民众可不要错过哦 民意新闻邱品亦专题采访报道